大家好 我这期节目是6月10号的 已经上传两次都被下架了 跟后面一段视频有关 今天我不上那一段视频 TVB的一段视频 我只截几张图 这些说中国的热点新闻的评论 已经过期了 今天都14号 9号10号热点的新闻 现在不行了 但是我这个节目就做完了 我还是想再录一点 然后再出来一次 我最近准备油管 投诉视频跟版权土 其实是我自己确实在盗用一些视频 我也没有上诉 中国热点新闻评论说正题 第一个中国银行频繁丢失大根存款 这个新闻都过去好几天 但是我还想说 因为这个新闻太过重了 就是说一个中国大妈的12年存了120万 突然就没了 还盗窃银行13万 到底发生了什么 这个让我想起当年微博的一件事 我们先看这个新闻 这个新闻大家看一下也都知道 就是被银行的工作人员给 把钱给拿走 拿去赌博买原油期货 然后把钱都给赔的 还倒亏他的钱 然后那个人好像跑了 银行好像也不负责 就是银行给他一部分的钱 还有一大部分没还给他 这个人就以为他老太太老婆 中国经常出这种事 建设银行中国四大国有银行 这是120万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新闻 随便在中国百度还是美国的谷歌 我们都能收到这个新闻 真是让中国人想起来 就毛骨悚然的这样的一个新闻 这个我想起当年微博的一件事 就是刚才我查了我的微博 但是我没有查到我的这个微博 当年我转载了一个李连杰 影视演个李连杰的微博 然后那个微博是我观看量最多的 我估计他给我 有人给我上那个热搜了 他是怎么回事呢 就是说李连杰还有那个 还有几个名人包括马卫华 马卫华他是招商银行的董事长 他们好几个名人 搞了一个磁酸基金 每个人捐一点钱 这磁酸基金有好几十亿 有好几十亿放在银行里 突然有一天就没有了 最后这几个人就问 你们谁拿没拿这个钱 这几个人都说没拿 这个钱一个人也不可能都取出 超几个人生活 然后 然后 他说这个谁都没拿这个钱是怎么 就没的 他就发微博了 然后我就评论 他肯定是被 被共产党的那些大 大大大脑给拿走了 是吧 然后这个我随便评论一下嘛 然后我那个微博 因为我这个微博当年骂我北京 所以一直被雪长 很多微博都不让别人看 别人看不到 然后我评论他这个突然就上热搜的 就好多这个观看 好多观看 他好像他故意给我推的 我不知道谁给我推的 在大这个微博我已经找不到了 是李连杰发的 就他那好几十亿突然就被人拿走 那个是大钱 但是现在这个中产阶级的一些小钱 中国这个也中国也开始丢 这一百多万在中国就是中产阶级 他也开始丢钱 这不是一回的 这多少次了 在中国动不动 那个银行存款就没了 都不是小钱 这第一个新闻 第二个新闻就是这90后住33 生了9个孩子 但是他现在结局挺好 政府给他们家的孩子霸了低保 每人每月350 还给他他们现在还霸了新家 150平的新家 这个政府处理的已经很好 记得当年中国政府搞了计划生育的时候 你敢多生几个孩子 尤其是农村的妇女是吧 那警察把你摁在地下 把你给给扒光了 给你强行劫杀 给你强行劫杀 那匹强奸还过分 有有多少人因为这种事 有犯法把那个警察给给那给杀了 给给给打死的啊 都不要命了 他那个丈夫 这个中国都没报啊 这是当年计划生育的时候的是 这个90后的夫妻好像广西的 他这个结局已经很好 在在中国已经很好了 听说那黑人在广东跟中国女人生孩子 生多少个生100个中国人 中国政府也不敢管 还让他们的孩子免费上学 这黑人在中国的待遇 然后还有个要文涉及到政府高层的事 我也不想多说了 我这几天好像受紧靠了 告诉我们 不让我不让我们这边去外国 听那上那个外国的网上传东西 或者听外国网报什么 说说不让啊 不让那国家规定 不是不让党员去听外听那个敌台吗 听那个外国的翻墙的网 我不是党员 我是老百姓 我退的 我不是党员 我就最多我就是个团员 我团长点没录进去 在学校时都表现不好 把老师给得罪了 我我我不是党员啊 我随便上任外国 这我也不平了 我就看一下字吧 我避免得罪人 我也不是说很坏 想想挑拨离间 我就觉得这个 这个我们这个李克强总理 结合中国有超过6亿人口的月收入 不如1000元人民币 这是真的 而且我学到他不是说什么要分裂党 也不是什么恶意的 他就是受的压力太大 因为这个我们习主席把这个钱都送给外国 搞这个债务外交啊 还有很多中国官员说把这个钱都弄到外国 那数个很大 说他是盗国贼吧也不过分是吧 然后你让这个总理把这个超过一半中国人给他脱贫 你说这个我估计世界上没有谁能做到这件事 所以完不成很正常 然后完不成还有还被施加压力 他肯定要实在受不了了 肯定要说一下实话 稍微反击一下也不是分裂党 这也就说这么多啊 我其实共产党吧 最近做的事情我还是挺佩服的 我这里我这里说一下什么事情啊 我这里不会添加字幕 这个我就不添加字幕 就是共产党他敢在美国搞文革运动 在美国暗中策划黑人去搞这个类似文革的这样政治运动 去户害美国去不解自敢紧在中国窝里上像那个什么毛毛泽东时代什么他就敢搞中国人他不敢外国他他搞得了吗 他现在敢搞美国去我说这些共产党还是值得佩服啊 这有说一下 然后接下来就是说这个未解之谜啊这个目录啊个人猜测世界性的谜题 还有最后说购买美的空调的后续个人猜测世界性的谜题啊就是 自古以来第一个谜题自古以来最强大的人类曾经是他铁木珍的死亡之谜 这铁木珍被称为千禧年来第一人 两两千年二零零零年是千禧年 千禧年那个美国有个权威报纸评论实际上最有影响的人 就他就曾经是他这一千年来就全全历史全人类历史上第一的人就他 他怎么死的我综合各方面的信息得通的推论是 他是被蚊子咬了 他传染了当时治不好了病菌而死好像是略据还是什么 他打猎的时候那个草草地里经常有蚊子吧 呃那个蚊子咬人人们也是不把蚊子放在眼里咬咬谁谁也不当回事 没想到会传染屁股上这种得这种命死的人在古代很多了 几百年后那马霍伦的军队在行军的过程中好像打那个俄罗斯吧 死了大半的人就被蚊子咬了 然后那个病还能传染 然后那个行军过程中就人传人就死了很多人 比战争死的还多 所以这蚊子被称为人人类的杀手吧 这个就是蚊子 这个东西是我的 好 第二个未解之谜就是这个是现在的未解之谜 我个人猜测了就是暗网最深层有什么 暗网最深层的网络就叫马里亚纳网 马里亚纳海沟全世界最深的海沟 马里亚纳海沟里边最深的叫挑战者深渊 一万一千零三十四米那个海里面最深的深渊 这个挑战者深渊网络的资料猜测 我自己猜的啊 有的人说什么外星人什么什么资料 其实外星那个早就应该公布了 真的假的也不知道 但是我猜测了这个世界上最隐蔽的东西 最不想让人知道的肯定是这些东西 肯定是这个叫做间谍档案资料 世界各大国的间谍档案资料 就是我中国拍到美国间谍大间谍是谁 他担任什么职务现在在哪里住 美国派到中国了 派到世界其他国家的大间谍是谁 潜藏多少年在哪里住 有中国那个最大间谍被抓的在美国的 叫什么金无态叫什么的 都当上美国中央情报局什么副局长了 还有什么各国大国的 什么俄罗斯派到别的国家的间谍是谁 这种这种资料是全世界最不想让人知道的秘密 我觉得这个挑战者深渊网络 这个暗网里面最深层的那个里面 资料就这种东西 我猜的啊 这个灵感来源是香港人气警匪 谍战电视剧叫死图行者和现实 这个电视剧跟现实的相似度很高 我截取这个视频片段就被投诉 这个是侵权的是什么TVB的视频 然后视频就被杀了 我这个这这一期节目就被杀了 所以我这就截个图 我就不不去那个播放他那段视频啊 这个你他这个死图行者他这个坏人说 有一个一个中头之后会大爆料大爆料什么啊 所有那个警察的在黑社会的卧底资料啊 是不是你放到网上 有一个那个大boss最后说他要把这个卧底的资料都放到网上 他那个卧底资料他说只有四个人知道 在这个世界上全部资料 然后是这个啊 最后我就说这个美迪美迪减价的空调 我买完后悔的就是去年买的 过几天618中国要促销 我觉得美迪东西不好 我本来不想说的 这一件小事不好也不好嘛 呃 但是他那个客服让我很不满意 所以我要说一下啊 就是我家去年买个冰柜美迪的 说是节能的还减价 实际上他节能不达标 他总共有六个档位 一档二档动不上十五 三档以上才能有效动 也这就不是节能的问题的 本来不想再说这事了 我用小号发微博 被美迪电机举报封号了 内容 微博内容是 美迪冰柜好垃圾 美迪就是个杂牌骗子 就会搞宣传 说自己东西好 然后弄一些假销量 吸引跟风的愚蠢中国人去买 呃 就是你买东西不要跟风啊 跟风就容易被骗 我家就是买这个美这个啊 呃 这个问题不大还是能用的 我我生气在哪啊 就是他客服啊 客服的事儿 一会再说客服 就经验教育 就是在中国买冰柜冰箱 就买海尔的 买空调买格力的 呃 这个这两家是 顶 中国的一流的产品 然后美迪吧 他就是个三流产品吧 我给客服打电话 客服跟我沟通的时候 居然给我撕个下沟通的陷阱 因为我这人说话比较直白 别人 有点有点心机的人 跟我聊天 给我撕一下陷阱 我就容易掉进那个陷阱里 然后他挑拨离间还是怎么回事儿啊 我经常犯这种处 我这客服就是 他想让我把责任推给上门修理的师傅 那个师傅啊 人家那个那个那个 那个师傅他是弱势群体 也不是那个师傅的责任 我把人家还折腾啊 也没给人家钱 也没给人家什么 我就 觉得他他在这个美迪客服 他把我当傻子 所以我就背后想想有点生气 所以我在这里接受一下美迪电器的丑事 这个责任是你们美迪客服的 我让你把我当傻子啊 这个是我家买的美迪 美迪的冰柜 这个型号 可能他这个型号不好 别的型号有的稍微好一点 这个型号他减价 但是减价他也不能买 买了就后悔 好今天就说这么多啊 我这个政治的事儿 我以后我也不想说太多了 容易容易赚不到钱 还容易得罪人 对我也没啥好 是吧 好今天就说这么多了